沈小姐 沈小姐 请你原谅 尊重一点我们人格吧 沈小姐 我这一次的来 是打算说明白我的意思 请你不要误会 以后不要再这样的对待我吧 笑话 尊重人格 难道是我沈大爷看中了你 还不尊重你的人格吗 哦姑娘 你也别太傻了 我虽然是爱慕你 可是我一半也还是因为可怜你 你跟着这些走江湖的 东漂西荡 没有一个归属 多么可怜呢 倒不是跟着我 终身有靠呢 谢谢你 沈先生 我已经有靠了 啊 你靠谁 我靠 我靠我那一心结 精神建筑成功的艺术 啊 艺术 我靠你 我们俩脏的 啊 终身 上哪儿去了 我到汤俊家去了 那人回来干什么的 哦 你不要误会 那是万不得已才去的 不得已不得已 你还想欺骗我吗 哦 小鹅 小鹅 你只知道我去 但是你不知道我去的原因 实在是因为他们所派的人 逼得我没有办法才去的 如果我坚决地拒绝他 不见他 他们说 汤俊会用毒辣的手段来对付你的 因为我们两人的关系 他们早已知道了 所以我去见他 这还不是完全为了你吗 况且 我现在还是一声清白 那汤俊反而给我教训了一顿 你 你为什么又 谁想于你在骗人的话 你根本没有变白的可能的 小 小 小 薛 这是 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以为每一个女人都可以做你的玩具吗? 你这不要脸的东西,你快点给我滚出去 好厉害 你大爷因为可怜你,所以才跟你接近 你倒反而打起架子来了 今天要你知道的汤大爷的厉害 来吧,来吧,一切的护刑都来吧 你说大众的敌人呢,看,看是谁的末日就要到 看是谁的末日就要到 小,小王,他,他就是康镇 姓康的,有了几个臭钱你就无所不为 十年来,被你压着 蹂躏人还不够多吗 你以为你的所作所为人家都不知道吗 你用悲悯的手段,害死了李肖霞 又害死了宋丹萍 你这狗,狗,狗东西 你这狗,狗东西 汤大爷,你还认不认识 你这狗,狗东西 是十年前被你負害过的宋丹萍吗 是人情是没得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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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人情是没的 是人情是没得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